那另外再来看到的是 大陆国家主义习近平 那么现在是第十五届的海峡论坛 发出致贺信 他表示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那么也表示呢 推动民间交流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点 6月16号陆军官校展示了新设政部 不同于旧版的单手拖枪另一手摆动 新版的是士兵在这个披枪之后 改为双手端枪 那么这个用说的大家可能会有点 这个对于女性来讲 可能也没有办法想象 它是怎么样一个画面 我们要请到将军 现在被质疑说 很像是解放军在踢正部 我跟你讲 如果说你都学解放军就串了 对不对 什么叫做敬礼 什么叫不要敬礼 我不晓得国防部这些参谋 我看了好几遍 我觉得很丢脸 对我跟你讲 你如果说整段看出来的话 整个阅兵整个过程看出来 给解放军的话看到的话 他们都笑掉大牙 国防部这次真的是很糟糕 画面上可以看到 我跟各位讲 整个阅兵的过程 有四个标兵 刚开始是齐步走 刚开始是齐步走 对不对 经过第一个标兵的时候 开始改成就像现在正部走 现在是经过第三个标兵 是敬礼 第四个标兵是礼币 但是还是正部 第四个标兵过了以后 恢复成齐步 你现在这时候是敬礼的动作 那我现在要讲 你国军里面操枪法没有这种敬礼 共军刚好跟我们相反 你要学书 你要学共军你就完全学共军 我用站起来来做说明 将军帮我们示范 要不要可以走到前面比较清楚 我先讲他这次动作 什么地方非常不对的 这次动作非常不对 共军他们说法什么 就是刚开始是起步端枪起步 起步走然后开始正部走 开始正部走 走到第二个月边的时候 我要敬礼 敬礼他改成为了表示雄壮威武 他啪一个枪往前走 啪一抓一枪往前走 就是勇往直前那种 刺刀上前 表示往前 到第三个标兵的时候 枪收回来 第四个标兵改成正部走 就我们刚好相反 这次我看他刚好相反 一开始是这种姿势前进 然后敬礼的时候改成这种姿势 就刚好这个敬礼的动作 你现在讲的这个劈枪 其实是敬礼 那你看我跟各位讲 如果有影响各国都有阅兵 俄罗斯他们阅兵是敬礼是什么 他手都不动 两只手都不动 尤其是那女兵真的很漂亮 他抬头45度向上看 然后脸上带着微笑 那一个比一个漂亮 那镜头真是美 那是他们的敬礼动作 但是他手不动 那现在来讲 国军这次 这次孝庆里面 他跟解放军刚好相反 就是解放军的敬礼动作 变成他骑步走的动作 解放军礼币的动作 他变成他敬礼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是 你要不然就学人家 就完全学人家 你不要说是 你看 这个镜头现在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相片 这是他骑步 这时候还没有敬礼 他敬礼是端枪 没有端枪敬礼的 没有端枪 你可以摆头注目里 在国军军人叫犯里面 是摆头注目里 那以前我觉得要不然 你就是恢复旧式的正步 你刚刚我们有看到一些老兵 过去踢正步 这张照片 我给各位看这张照片 你看这些老兵在那边踢正步 我跟你讲 这张照片不是刻意去摆拍的 照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三年级学生的时候 练这个正步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现在要改来改去 因为练正步很苦 我跟你讲 所有读军校学员都知道 最苦的一件事就是练正步 那真的是每天 下课时间就开始先踢正步 吃饭以前先踢个正步 你看这我们平常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不是说特别大家摆个姿势在那边 第一个你看有多难 单手拖枪 那个枪很重 还上个刺刀 只有一只手拖 其实我们国军的正步 旧式的正步比共军的正步还难练 为什么第一个这个你这个姿势 第二个举手的时候 你手摆上来 要在一条线上 要非常整齐 你看一条线上 你看那个国军每次国庆阅兵点击的时候 就是一闪一闪 他戴个白手套 一闪一闪 然后脚步也一样一样高 对不对 所有脚步一样高 你光手在一条线上面 那就很难练 那共军他们来讲比较简单 我说实在话 他们只是端枪 那两只手 我只要在一条线上面就好 那国军你要动 这就是正步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现在来讲 你先弄清楚军人礼节 有哪些是军人礼节动作 你不要把敬礼动作都搞错 我刚刚看了好几遍 我想会不会我看错了 你既然要学共军 你就学共军 你不要说学的四不像 那人家的敬礼 你说那个是骑步走 人家骑步走的时候 你说那是敬礼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对国防部来讲的话 真的这些 编这些准则 编这些动作的人 真的要好好打屁股 真的要好好打屁股 好 委员 6月16号是陆军官校的校庆 因为陆军官校创立在 广东的黄埔市 1924年的6月16号 到现在刚好是99年 99年的校庆 蔡英文大概只有2016年去 2017年以后就没去了 所以他当了总统7年 就只去一次 相较一下 美国总统够大了 你看他最近不是空军官校 他们习惯上校庆没有特别 他就毕业典礼去了 摔了一跤有没有 美国总统再忙 他的官校都会去 那海军官校刚好他没空 好像G7就叫贺锦丽去 不是总统就副总统去 这是美国的军事传统 那蔡英文只是会去那个什么 有女兵唱歌跳舞给他看 他才会去 所以我是觉得他好像 不太重视军官教育的养成 好 那另外再来看到 跟基因有关的 叙利亚官方数据 叙利亚二零二年上半年的石油 日均产量大概是八点零三万桶 那每天大概是有六点六万桶的石油 遭到美军跟其支持的武装事录夺 也就是说叙利亚石油 百分之八十二 都是被美军给偷走的吗 那么央视派记者走访当地 来募集者的这个 整合了募集者讯息之后 得知长期以来 美军同当地反对派武装合作 几乎每天都将数十辆 载有倒采石油的油罐车运送出境 那么当地民众 在美军的高压管控之下 敢怒不敢言 蔡委员 这不是新的新闻 这是很久了 包括美国自己的媒体都会讲 那央视独家在这个这几天传回了 央视报导太慢了吧 多久的新闻了 一直在执行当中 对于这个美军 他们不觉得他们在盗游 他们不觉得 他们就觉得 我是跟当地的这个武装力量 共同掌控的这个油田 那叙利亚政府说 这是我政府的 怎么是你的 就美军在讲说 这是地方武装控管的区域 那这些地方武装 大部分都是反对私立 就反对叙利亚政府的 那他们的 美军要提供财礼给他 他要得回补嘛 就干脆什么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现在靠油当然吃油 所以他们就结合地方武装 就大剌剌的 把这个油怎么样 也不是真的什么挖油 他本来设备就在那边嘛 就直接把它运走 但是我觉得美国干这干什么 如果你要地方武装 做这个就算了 你美军干这个 你说钱嘛 也没有说特别的多 就弄个不好名声 就像是说美国 扣押阿富汗那个 那个79亿的外汇 实在是欺负穷人 这个美国 大家看起来美国大兵 就像匪徒一样 有什么好处呢 有什么好处呢 美国政府知道 你这样干的什么好处呢 你去叫美军去配合反对力量 做这个好处啊 你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就让他反对力量 自己弄就好 你干嘛还提供卡车 提供战车 提供有的没有 还护送这样 是不是 优优秘不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